在厨房忙着洗菜切肉 张罗午餐 结果转头一看 马桶竟然在同一个空间里 显得格外局促 每去一趟商场的厕所得爬八层楼 刚放学的女儿经过狭窄的走廊 把趴在床上写功课的弟弟 拉到楼梯口 两姐弟将就共用一张书桌 但到了吃饭时间 书桌还得让出来当餐作用 张太太一家四口 六年前搬到这处不到三平大的汤房 张太太也想搬家 但先生月收入仅仅一万多块港币 大约四万多块新台币 外头租金高不可攀 让一家人哪儿都去不了 换个场景 这位站在大块躲移的阿辉 则是住过用木板隔间 几乎只有一张床位大小的板间房 不过阿辉宁可与老鼠 蚊子为伍 露宿公园 也不想回到炼狱般的租屋处 根据统计 截至二零二一年 香港大约有十万八千多间汤房 有二十一万四千多人入住 犹如鸟笼一般的汤房 板间房 凸显长久以来的居住不正义 香港政府喊出 十月将端出取缔劣值租屋的改革政策 目标二零四九年 铲除汤房租屋乱象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